国门开放之后观光回温 最近就有业者分享 他们要帮国外的客人带定自由行 但是对方提出了一个超狂的要求 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对方要求要在短短一天之内 从台北出发 玩遍高美湿地 清净农场 清水断崖 然后回到台北 这一东一西的行程 让业者上网求救 有网友开玩笑说 确定清水断崖不是清水休息站吗 也有其他的旅行社业者直呼 这个根本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很从容的玩玩 如果接到这样的要求 他们可能会直接拒绝 台湾风景优美 许多国外观光客想自由行 却有旅行社业者接到超狂要求 业者说有四名旅客想来台自由行 从台北出发到高美湿地 清净农场清水断崖 最后回台北要一天走完 请问要怎么报价 清水断崖不是在花莲吗 对啊 那个车程太远了 那都不是应该要玩三四天 什么你还下车拍照 可能没有空 因为在地图上小小的 没有台湾其实很大 一东一西行程 不过夜 网路上引发热议 有人说一个人12万坐直升机 在饭店玩大富翁 一天想走完几次都行 更有人点出确定是清水断崖 不是清水休息站吗 但实际看看路线 台北到高美湿地 到清净农场再直奔清水断崖看风景 最后回台北 光是车程就要约10到11个小时 但有网友认真规划解套行程 一早搭火车到花莲 再坐车到清水断崖 回台北后再搭高铁到台中高铁站 有小车接驳来回 清净极高美湿地 再搭高铁回台北 但没包含下车停留和用餐时间 美国的客人就会 台湾有阿里山 有日月潭 有墾丁 可不可以两天一夜 玩这些地方 而且要回台北 那这种客人呢 其实我会告诉你 你要来台湾玩一天 台湾真的不好玩 因为你玩不到好东西 上YouTube 不必一个小时 可以浏览全台湾环岛 业者解释 因为外国旅客 多半认为台湾面积不大 误以为景点很相近 该如何妥善规划行程 或是和外国旅客 沟通行程困难度 也挑战旅行设极限 记者来讲 胡伟伦台北采访报道